靈命日亮特輯 你的印典救我用 第九天 重申得靈 精神科醫生愛爾士在某一天發現 那些精神耗盡的人 有一個相同的行為模式 第一個徵兆就是疲累 接著就會對正在改善的事物 持偏激的態度 然後就會出現苦毒 絕望和抑鬱的情況 到最後就會進入精神耗盡的狀態 而當我寫完一本 如何走出夢想破滅的書之後 就忙於四處演講 好希望能夠幫助人重拾盼望 的確令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但結果我要付上代價 有一天當我快要上台演講之際 我以為我真的快暈了 我沒有好好睡一覺 而在度假又未能幫助我 好好消除疲勞 想到稍後我還要聆聽他人的難題 就讓我感到恐懼和厭惑 我已經進入阿爾斯所講的行為模式 而聖經以塞亞書40章提出了兩個方法 對抗精神耗盡 就是在二十九至三十一節提到 屁佛的人等候耶和華必重申得力 我很需要在上帝裡安息 全心相信他會動功 而不是靠自己逐漸衰微的力氣去平薄 而另外在詩篇一百零三篇也提到 在第三至五節 上帝會更新我們 以福樂使我們的心願滿足 而上帝不但卸臉並且救贖我們 祂也賜給我們喜樂和休閒 而當我重新安排行程 讓自己有更多時間 討告、敬拜、休息 以及發展個人興趣的時候 我的新心靈就恢復健康了 我們要留意 精神耗盡起初的精兆 就是疲累卷台 當我們的生活同時 兼具敬拜和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避免精神耗盡的情況出現 各位朋友 不知道現在的你 要將什麼重担射給上帝呢? 而你又如何藉著討告 讀經和健康的悠閒活動 使得自己重申得力? 詩篇一百零三篇第一節 以及第五節 詩人這樣讚美說 你要清重耶和華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 得而自助 邀請你我們一起討告 慈愛的上帝呀 今天我要如鷹展翅上騰 請你幫助我 要相信你 當我心力膠碎的時候 你仍然會動工 使得我得以領受 你各樣的恩典 感謝你 要陪我 我只能夠 愛你 揚 thế 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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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